五安你好 我是陈麗婷 欢迎来到五件气象时间 一起来关心天气 今天台湾周边大环境的风向呢 还是吹偏东风到东北风 因此整体的天气形态 是东边有雨 西边晴 就是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云量偏多 而且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雨 其中宜兰也不排除会有大雨发生 那么至于桃园以南地区 则是多云道情的天气形态 就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状况 至于温度方面 今天清晨夜间各地低温 大约是落在20到22度之间 有回升一些些 至于北部呢 白天高温也有明显回温不少 整个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 高温可以来到2526度左右 至于中南部跟东部地区 则是27到30度之间 整体呈现比较微热的天气形态 另外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是依旧大的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了 那么另外也因为东北风吹拂的关系 在外岛的澎湖 还有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 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较长阵风 到海边活动也要注意安全 那么整体呢 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形态会是如何呢 其实明天跟今天比起上周的前几天呢 整体水汽是有减少的 但是明天的降雨范围会稍微扩大一些 整个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依旧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的震雨出现 那么西半部则是多运到勤的天气形态 整体来说也还是蛮舒适的 而到了礼拜五到礼拜天呢 天气又会变得更加稳定一些 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以及东半部的局部地区 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之外 其他地区大多回归到了情道多云的天气为主 所以如果你有安排出有活动的话 不妨把握这周的好天气了 接着我们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先来看到北部地区 基隆24到26度 台北25到31度 新北26到31度 桃园新竹最高来到31度 苗栗最高来到29度 降雨几率落在10%到20% 中部地区台中26到31度 彰化25到28度 南投26到30度 云林25到30度 嘉义也是26到30度 降雨几率都在10% 南部地区台南26到30度 高雄28到30度 屏东28到32度 降雨几率落在10%到20% 东部地区宜兰24到27度 花莲24到27度 台东25到28度 宜兰降雨几率偏高来到40% 外道地区廉江20到22度 金门23到26度 澎湖23到25度 降雨几率都是10% 最后小滴您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北台湾是有明显的回温一些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北部地区 依旧有可能会出现大雨 所以外出的话 还是要带马伞备用了 以上是为您这里的天气资讯